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的行驻之地 影片一开场 由于丧尸的横行 整个美国已经是生灵涂炭 大批的人都领了号盘 小帅哥的爹妈一看大事不好就想开车仨子吧 可家里这台老爷车关键时刻掉了链子 小帅哥的爹地正在修车的时候 丧尸们组团就杀到了 他们家那条狗这辈子都没吃过亏 不知道江湖的险了 单枪匹马就冲了过去 当小帅哥出去找狗的时候 他爹妈不幸被丧尸们给杀了 小帅哥刚想过去玩命 被丧尸猎人胡子叔给拦住了 胡子叔说老弟你可不能瞒干 不然你跟你爹妈一样也得领号玩 随后胡子叔带着小帅哥摸进了车路 要说这胡子叔在杀丧尸方面 确实有着丰富的经验 在小帅哥的配合下 两人气里咔嚓把几个丧尸全给杀了 家破人亡 小帅哥也没什么可惦记 于是便开始跟着胡子叔浪迹太压了 杀丧尸可是个技术 跟吃酒席的操作程序大风响一 不仅要文准狠还得留情不认 为了不让这门手艺失传 胡子叔开始训练小帅哥 这小帅哥骨骼轻奇天赋一饼 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要人 小帅哥就这么跟着胡子叔 瞎溜断了好几个月 沿途到处是残缘断壁满目创意 此时的华盛顿已经沦陷了 总统一看大事不好也砸子跑 侥幸活下来的人们 自发组织起了抵抗丧尸的团队 兼蔽青野 发誓要跟丧尸血量到底 一天上午 两人正开车赶路的时候 突然看到修女冷淡尸 正被两个抽流氓追着跑 胡子叔这人非常的整齿 过去七里咔嚓就把俩龙套给杀了 冷淡尸说那些人都是兄弟会的杂碎 他们说他们信仰基督教 其实就是一帮禽兽 到了晚上 一个已经变成丧尸的修女 中了胡子叔摔下了炫套 疼的是滋瓦乱脚 冷淡尸仔细一看认识 这丧尸以前是修道院的李大姐 跟冷淡尸情统姐妹关系非常好 接下来 在胡子叔和小帅哥的前后夹击之下 这位变成丧尸的修女李大姐很快挂 冷淡尸在门口看得是心如刀割 难受的简直是没法说 转过天 三个人开车刚来到一临时的营地 就被兄弟会的人给抓住 三个人被捆得是结结实实 胡子叔还被吊在了树上 兄弟会的大哥大吐瓢说 你上次杀了那两个抽流氓 其中一个是我儿子 这个抽我可不能不报 原来兄弟会这帮人一直认为 这些丧尸就是上帝派下来 帮助他们一起进化人类的 所以说谁杀丧尸 谁就是在跟他们作对 你说这得有多愚昧 其实愚昧还是小事 关键是兄弟会这帮孙子 打着上帝的旗号 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给上帝他老人家可闯了不少祸 随后大吐瓢把胡子叔 运到了丧尸们的地盘 打算让丧尸们把胡子叔给吃了 要说这胡子叔 那可真不是一般人 居然在大批丧尸的围攻下 虚晃一招撒子撩了 而小帅哥则在第二天 趁着打水的时候也讨好了 到了晚上 师徒俩终于冰河一处降大一下了 稍待小孩把一丧尸给啥了 转场之后两人来到一酒吧 认识了已经怀孕的大眼妹 胡子叔和小帅哥的脱桃 让大吐瓢恼羞成怒 这孙子每天都带着人在路上设下了年 胡子叔等人正赶路的时候 发现了躲在厕所里的酱油哥 酱油哥说 兄弟会的人把我当作幼儿子扔在了马路上 幸亏我机里了 不然早就没命 第二天一走 胡子叔等人略施小技 就把兄弟会的一哥们给送不出来了 酱油哥说 兄弟会这帮村太混蛋 他们为了清除人类 居然把丧尸空头到了华盛顿 连总统都领了号派 为了拔掉大吐瓢这个眼中听 胡子叔等人乔装打扮出气不愈 很快就把大吐瓢给活捉了 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 胡子叔把大吐瓢保在树 哎呀 这么漂亮的后背不拔个罐刮个杀 真是太可惜了 胡子叔用刀割破大吐瓢的后背 很快便引来了大批的丧尸 若干天之后 胡子叔等人来到了一个人类的封闭区 并且意外地见到了大难不死的冷淡神 可好景不长啊 大家伙晚上正在歌在舞的时候 兄弟会把丧尸给空投下来 整个封闭区顿时变成了一个狩猎场 胡子叔老谋深算 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 没看大事不好 急忙带人藏起来 天亮之后 几个人开着车一路向北 寻找人类的最后一块经验 可没跑出多远 车就坏了 大家伙风餐露宿 迈开腿继续向着希望前进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几个人来到了一废车场 为了防止丧尸晚上偷袭 他们设置了警报装置 到了后晚夜 丧尸们准时出现 紧接着就是一场混战 胡子叔审视罗室 知道硬拼肯定得吃亏 于是招呼大家赶快跑 冷淡神慌不择路 不幸被丧尸们给团团围入 行进途中发现了一辆废弃的汪车 白天一切都正常 到了晚上出事 第二天那一早 胡子叔等人发现 酱油哥不幸连了喝话 胡子叔说 这个丧尸绕过了我们线 说明他已经进化了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到了晚上 那位聪明伶俐的丧尸又出现 并且用吊虎离神之际 引开了胡子叔和小帅哥 然后把大耳妹活摞了 两人找了一夜也没找到大耳妹 第二天的黎明 这二位正瞎悬磨的时候 大耳妹的惨叫声 突然从不远出传来 小帅哥进去一看 发现大耳妹 已经剩下最后一口筋 而就在这个时候 已经变成丧尸的大秃瓢 突然出现 原来这一切 全是这孙子干 大秃瓢变成丧尸之后 这功力大增了 把胡子叔揍的是鼻型那种 不过这大秃瓢 犯了兵家之大忌 啰里巴缩的废话太多 等到他想对胡子叔 动手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胡子叔和小帅哥 前后夹起 很快就把他给杀了 第二天那一早 的年龄差不多大 因此两人之间 有说不完的这些话 金发妹说 瞧见没 那个丧尸之前 是我高中的同学啊 整天拿我开船 特别的讨厌 小帅哥说 这事好盼谈 我出去把他给收拾 经过这么久的历练 此时的小帅哥 已经完全掌握了 杀丧尸的劲 胡子叔一看也就放心了 心想自己也别再 跟着当电灯泡 于是便不辞而别了 影片的最后 小帅哥和金发妹 开着车继续进行 踏上了寻找 新伊甸园的旅程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 唐诗压经 环保工作很重要 千万不能开玩笑 如果继续瞎回来 迟早全都交完票